去 我怎么看着你念生啊 四哥往那边跑了 你是怎么 郡主 也不想被别人看到你这张干净的脸吗 开门 公主搜查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宫内发现刺客 我们奉命哀宫搜查 这里是雍临郡主的住处 怎么可能会有刺客 对不起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搜 等会儿 里面可是郡主请汰 岂容你们涉足 时光王室安危 我们必须搜查 进去 什么人 郡主 是宫中侍卫 说是来抓刺客的 郡主见谅 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 还请郡主整理好庄容 让小的们进去搜查 这是本郡主内侍 岂容你们这般冒犯 我们雍临虽是小国 但也不曾被人如此轻慢对待 本郡主 乃你们未来的王妃娘娘 你们若敢再往前一步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去禀告你们王上 叫你们血剑五步 人头落地 郡主 卑职们也是职责所在 还望郡主接谅 这也关系到郡主安危 还请郡主立刻整理好容装 属下们这就进去 行啊 你们进来搜吧 但是也不要耽误本郡主沐浴 查清楚了 也好还本郡主一个清白 不过 不过 等你们完成了这桩差事 就等着人头落地吧 这 郡主莫乖 小的们这就走 撤 不过 多谢茗玉郡主相救 你怎么知道我是 早听闻 雍临双书 一个温婉端庄 一个奔放豪烈 看你也不像温婉端庄的那个 两次相见 果然名不虚传 告辞 你们盛州的殿下 都如此傲慢吗 谁说我是盛州的殿下 上次见你的时候 你身上就有一股熟悉的气味 现在想起来 是淡淡的龙咸香 龙咸香十分珍贵 因为你们盛州挨着大石国 所以大石国 常年给你们进贡龙咸香 这就是你们王室 喜好这种香的原因吧 我说得没错吧 是 就算我是盛州人 也不代表我就是王室 宫中人杂 难免会沾染上这种香味 也不算稀奇 说不定我是王室身边一个随从呢 可惜啊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随从 早就习惯了低眉顺眼 怎么可能是殿下这般 盛气凌人的神色呢 真不知道你这句话 是在夸人还是在损人 原来 原来你是殿下 蓁儿 先前准备的那套 西齐侍卫的衣装 给这位殿下换上吧 是